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三天脑海中都一直环绕着彰化黄义旅馆的火灾的事件 因为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内心都有十分的不舍 因为我们有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沉传道 因为他来蒙昭安息 当中因为有两位传道都是从国外回来 一位也在医院疗养当中 另外还有一位传道娘 但是我们除了这个事件之外 不久前我们知道4月2号刚好 要清明的假期的时间 结果太鲁格事件也夺走了49条生命 那以目前世界来讲 疫情也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 那我们说在台湾也有近600人 因为疫情的关系而来离开这个世间 那我们内心都会感到十分的难过 也会很伤痛跟不舍 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也是要面对现实的环境 我们也是要能够坚强地活下去 有时候我们对生命有一些不了解 为什么今天我们活着 为什么人会死呢 生死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叫做生命 当然你能够呼吸 能够活着就能够有生命 如果你不能呼吸 剩下一口气 就是最后一口气 你已经不能呼吸了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这个就是死亡 所以有生命才能生活 那你生活的目标又在哪里 那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你生命的意义价值在哪里 我们应该要有所认识 那圣经他是神的话 他从创世纪开始 就告诉我们生命的起源 他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 第七节里面说 神他创造天地万物 到了第七日的时候 他造了亚当 而且他用地上的尘土 来造了他 并且我们知道 他造了这个天地万物 我们可以知道 第七节说 神用地上的尘土 神用地上的尘土 来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亚当就是人 他就是土去做的人 我们人都是土做的人 那我们的肉体是出于尘土 那我们的灵魂呢 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看耶伯记 耶伯记的第三十二章 耶伯记三十二章 在人里面有灵 全能者的气使人聪明 我们再看三十三章 三十三章第四节 神的灵造我 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 那圣经里面 这个灵跟气都是同一个字 灵就是气 气就是气息 气息就是生命 都是同一个字 所以生命的源头 就是出于神 那我们今天 我们认识我们自己 可能只有认识我们的肉体 的生命 但是我们还要认识 看不见的灵魂 那是内在的生命 我们肉体 因为有灵魂 所以你能够活着 可以呼吸 可以生活 有动作 有动作 有存留 那在 雅各苏第二章 二十六节说 没有灵魂就是死的 所以当一个人 如果灵魂 离开他的身体 就是死 所以圣经 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的十二章 他告诉我们 说我们人 有肉身的父 所以你要孝敬 你的父母 但是也有万灵的父 就是万人 灵魂的父 那这个父 就是我们天上的父 所以我们要认识他 因此使徒行传十七章 里面说 神从一本 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这个全地上 那这个一本 就是神造的第一个人 就是亚当 然后神在造夏娃 夏娃叫做众生之母 亚当是泥土做的人 那神是给他 生命气息 那神在造夏娃 所以神就设立了 这个婚姻 建立了家庭 然后让世人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能够绵延不绝 那今天我们在全地上的人 世代相传 一代传一代 那我们在地面上 也有七十多亿的人口 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认识天上的神呢 因为他是我们万人的父 是我们灵魂的父 所以我们应该要敬拜神 要敬畏他 这是我们对生命的认识 再来就是生命的价值 我们人常常会觉得 吃喝玩乐很重要 钱财 地位很重要 而且也会觉得 我的兴趣 我要追求学问 追求名利 追求财户 我要追求这个世界 但是这些很重要 但是有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 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有说 生命 身体不胜于饮食吗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第六章的二十五节 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 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我们会为生命 为身体忧虑 吃喝穿 但是什么是重要的 你如果没有身体 没有健康的身体 那你忧虑穿什么 你如果没有东西吃 那你吃喝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没有生命 你就不需要吃喝 所以我们知道 生命健康都很重要 当然我们都会忧虑 但是我们会把什么摆在最重要 什么是其次 所以主耶稣曾经讲 说人若赚得全世界 但是你如果赔上了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有时候为了赚得全世界 但是人把生命 把健康 把家庭都赔上去 所以有些人讲 我们四十五岁以前 用健康换金钱 四十五岁以后 用金钱要换健康 但是不一定换得回来 也同样的道理 你可能用五十岁以前 用你的身体来换家庭 但是等五十岁以后 虽然你成家立业 但是你没有为家庭互出关怀 为儿女互出责任 所以等到你五六十岁之后 你要换回家庭 可能已经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什么是重要 当你赚得全世界 但是你是不是赔上了生命 所以什么是重要的 我们要去衡量 生命有它的价值 传道书第九章里面有一句话 我们来看 传道书第九章 传道书第九章第四节 以其一切活人相连 那人还有指望 因为活着的狗 比死的狮子更强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人活着 我们活在这个社会群体当中 我们有家庭 有个人 也有大家彼此的关怀 这个就是跟活人相连 所以互相关怀 彼此帮助 能够在患难中扶持 能够还有指望 我们活着 我们活着看到他有一身气息 医生 护理人员都会急着 去抢救 因为活着还有指望 但是他没有生命的时候 他就是已经 没有什么 这个生命的迹象 那他已经跟这个世界 就说再见了 所以第十节讲 传道书九章十节说 还你所所当作的事 你要尽力去做 因为在你所避去的阴间 就没有工作 没有谋算 没有知识 也没有智慧 这边所讲的阴间 就是指死亡 当人死亡的时候 你就没有工作 没有知识 也没有谋算 因为这一切都过去了 所以活着总是有指望 生命是重要的 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会觉得健康很重要 所以人常常讲到说 要养生 但是养生是只有怎么吃 怎么喝吗 生命并不在乎自己 而在乎神的保守 我们当然要吃要喝 也要休息也要睡觉 要能够有规律正常的生活 但是我们要知道 生命动作存留在神 生命不在自己 而在神的手中 我们要珍惜生命 但也要尊重生命 因为生命是可贵的 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一次遇到一个禁主 要自杀 那禁主因为他觉得说 他绝望 他没有尽到责任 所以他想要自杀 保罗赶快告诉他 说不可伤害自己 你不可伤害自己 所以有些人不尊重生命 不知道生命的价值跟可贵 所以要自杀 是不可以的 生命的主权 不在自己而在神 虽然有些地方有安乐死 但是我们也不允许 我们人这样做 因为生命的主权在神 不在乎自己可以掌管 我们要尊重神 虽然你觉得 这个活着很痛苦 但是我们也要经历 这样的考验 因为活着 总是有他的意义跟价值 我们要珍惜 能够仰望神 求主帮助 当然神 掌管人的生命 动作存留 所以他也有他的时间 所以昨天我们讲到 明天如何 我们也提到 路加福音12章 里面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富 但是他的田产丰富 他计划能够盖更大的仓皇 积存所有的 然后对他的灵魂说 你可以安安意义快乐吃喝 但是他本来计划多年会用 可是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 所以他的计划是多年 他有很多未来 但是神给他的时间 就是已经到今天 今天晚上 所以他是没有明天的人 所以如果你没有明天 那你追求什么 那你追求什么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人生 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以物质肉体为中心 以金钱财户为中心 我们应该要知道 人一死万事空 但是人一死万事空之后 并不是像传道书保罗所讲的 虚空跟捕风 这是在日光之下 你还要追求日光之上的福分 当你知道日光之下 虚空捕风 因为一死万事空 所以我们要追求日光之上的福分 要知道 人不是只有肉体的生命 还有内在心灵的生活 也有永远灵魂得救的盼望 这个就是永生的福气 我们报纸上 网络上也曾经看过 阿拉伯的网址 沙兔地 这个地方 是非常富有的国家 当然做一个网址 他生活当中应有尽有 他可以满足一切 之前有一个科威特的首富 他也是非常富有 但是这两位 因为他们得到癌症之后 不久就离开这个世界 留下非常多的金银 还有美钞 跟珠宝 还有钻戒 还有灰机 还有名车 非常多的财宝金银 可是这些呢 都不能带走 因为人就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这些物质的生活 只是在我们肉体 生命活在世上的时刻 你可以去善用它 你也可以去享用它 所以传道书第五章说 神赐给人 为善为美的人生 就是你要一生 就是你要一生享受神的恩赐 这是你劳碌中得来的好处 所以我们要知道 生命是什么 我们再看回来 雅各书 雅各书的第四章 雅各书第四章 雅各书的第四章 第四章说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生命是什么 生命是什么 这里说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路加福音十二章 这个无知的财主 他计划多年 可是神对他说 今天晚上 因此生命在神的手中 我们人生 应该要以神为中心 我们好像一个圆规 要画一个人生的圆 那你这个定点 一定要定好 你这个定点 就是要以神为中心 然后你把人生 画一个圆 你所追求的财物也好 你的学问也好 神给你的恩赐财干 或者给你的机会 你在这个人生的圆 这个圆规的圆当中 有的人的圆可能是小小 有的人是宽广很大 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 但是这个圆总是要 能够有一个圆满的人生 如果你这个定点没有定好 你的圆就会有缺口 你的圆可能就不完全 所以真言里面说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远离恶就是聪明 所以人要敬畏神 远离恶事 这也是我们人的本分 而且呢 这边谈到我们有计划 有明天有未来 而且也有很多的盼望 可是明天如何 你不知道 因为明天也有很多的变化 但是生命又是什么 今天如果没有给你明天 那生命是什么 贾博师 他非常有钱 但是他因为癌症过世之前 他也写下了传记 他觉得说 他不能掌管生命 因为生命真的 撒那间就消失 所以他说 我把每一天都当作第一天 我要积极地去面对 勇敢地活下去 但是我每一天 也都要当作最后一天 我要珍惜今天 跟家人的相处 跟我心所爱的 我所喜欢的 能够珍惜今天 所以你要积极面对每一天 也要珍惜每一天 神给你的日子 那这边讲到 生命好像一片 云雾 云雾是什么 就是出现少时 就不见了 诗篇102篇第三节说 我们像烟雾消磨 冤雾 102篇 里面是特别强调说 我们的生命像冤雾一样 那摩西在 那摩西在 诗篇的 我们看90篇 诗篇9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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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 第三节 你死人归于尘土 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里的一根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他们如睡一觉 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花芽生长 晚上割下孤干 看第九节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 是一生叹息 这个是摩西 人生的诗歌 所以我们称作 诗篇中的人生诗篇 也叫做人生之诗 它是摩西做的 它告诉我们人生的写照 也告诉我们生命的一个比喻 它说 我们的生命是尘土 因为我们是泥土做的 所以我们是出于尘土 有一天归于尘土 以赛亚书说 我们像水桶的一滴 也像沙土的灰尘 所以人是非常微小 诗篇也告诉我们 我们人的生命 比空气还要轻 微不足道 而且像已过的昨日 就是短暖有限的 而且夜里的一根 就是非常快速就过去了 不但是有限 而且是急促 所以我们常常说 这个光阴事件 岁月如梭 表示说这个时间 过得很快 再来我们像水冲去一样 我们的生命 人生的日子 就像流水一般 一去不回头 所以时间就是这样 慢慢流逝掉 而且像睡一觉 人生如一场梦 所以当我们梦醒的时候 你会回头看 我们有些时候 做白日梦 真的是梦脆 虽然未来不是梦 但是有时 也不能够让我们美梦成真 所以人生真的是 如睡一觉 也像花草 今天有些人很喜欢学花艺 能够把这个花擦得很漂亮 但是花也会凋谢 草也会孤干 就是你在野地里面的 也是一样 所以生命就是这么的 孤为脆弱 花会凋谢 我们常常说 昙花开得最快 昙花一现 所以 开起来很美 但是急速凋落 所以第九节说 我们经过的日子 度尽的年岁 是一生叹息 那这个叹息就是 人的生命就是一口气 一口气 所以生命是什么 就是这一口气 你有这一口气 就是能够活着 我们人常常说 你要争气 争这一口气 可是有时候 人就不争气 那虽然你有这个心智 心有余力不足 为老先衰 人有时候 人也没有办法 老当义状 所以这一口气 所以这一口气 活着 你才是 有生命 没有这一口气 人生就走了 所以 人的生命真的 非常的急促 短暂 我们看 耶伯记 耶伯记 耶伯记的第七章 耶伯记第七章 第七章第七节 求你想念 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 这边 耶伯经历很多苦难 他深刻体会 我的生命 就是一口气 一口气 所以传到 诗篇的九十篇 里面说 神啊 求你指教我们 能够数算我们的日子 得到智慧的心 诗篇九十篇 十二节提到说 求神指教 让我们能够数算我们的日子 得到智慧的心 我们一生的年日七十八十 虽然强壮的现在 也超过八十 可以到九十一百 可是今天我们人常常说 今天最重要的不是财力 学力 要有免疫力 所以我们现在要打疫苗 要有免疫力 但是免疫力又顾虑到保护力 也不一定百分之百 所以人还是非常非常的脆弱 但是我们应该要信靠的是神 神给我们的保护力 是最强的 因为它是坚固的盾牌 有些人说 打疫苗 是打还是不打 当然我们 人有尽的本分 该打就打 你今天如果生命到此为止 不打也会走啊 有的人打也会走 所以我们不必 太在乎打或不打 也不要把这件事情很忧虑的 顾虑在心上 我们就是全然交托给神 因为这也是顾虑到我们的健康 如果说你的健康 不允许 可能有一些慢性病症 当然你要跟医生来做说明 有所顾虑 但是如果我们健健康康 该打就打 那有的人 没有打也是会走啊 问题 我们要认定的是神啊 因为神 祂掌管我们的一切 所以你不要太忧虑 我们可以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高高兴兴的生活 虽然我们这一口气 活着 能够好好呼吸 你就大口的呼吸 但是我们 看到这个火灾 有的人 被关在房子里面 就被呛死了 因为他不能呼吸 我们也是非常的遗憾 也是很难过 但是我们会觉得 生命都有它的时候 我们来看传道书 传道书 传道书的第三章 传道书第三章 传道书第三章的第一节 环世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时有时 所以生命是什么 人生有来有去 有生有死 所以当你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生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 叫做死 我们人常常把生命定位 在这个时刻 所以叫七十到八十 或者百年后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按着定命 人都有一时 死后又有审判 所以人不是死了就结束 不是一时万时空 我们还有将来的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 以后互活的生命 跟将来面对审判 你的得救跟灭亡 一个有信仰的人 他知道人生在世做克里 所以他虽然面对 肉体生命的结束 他没有惧怕 他没有恐慌 他非常安然 我听到这个 沉传道 在那个火灾的时候 留下的这个录音 录影 其实他都一直在祷告 他都一直在祷告 因为他也觉得说 因为疫情关系 要关在里面 怕出去被划钱 所以这个广播 叫他们要进房间 可是窗户也不能打开 所以 龙烟就是呛进来 所以他也是因为 在这最后一口气 就离开了 我们也觉得 很难过 难过 但是我们知道 圣经说 生有时 死有死 我们 人生就是有来有去 但是 我们要把死 放在心上 看第七章 第二节 往昭昌的家 强如往昭的家 因为死是 众人的决局 活着的人 要把这事 放在心上 我们有时候 看到亲人 离开 我们非常的不舍 虽然这个灾情的 疫情当中 有人离开 我们也觉得 非常的难过 但是我们也 活在世上的人 要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我们 在现实的生活环境里面 我们的生命 都要勇敢地去面对 所以 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看第八章 第八节 传道书八章八节 无人有权力 掌管生命 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力 掌管死期 这场征战 没有人能免 没有人有权力 所以主耶稣 在马太吾音说 你不能用施力 让你的生命 多加一克 所以你生跟死 你不用环老 主耶稣 要留你生命 就留 主耶稣 知道你的生命 到此结束 就带你走了 所以我们 完完全全 都交托在神的手中 但是神 知道我们 知道我们 人 人 的时候 但是当你活在世上 你要知道 到了有一天 我们就是 尘土归地 灵归到四灵的神 我们来看 传道书 十二章 第七节 传道书 十二章第七节 尘土归地 灵归四灵的神 尘土就是肉体 你肉土就是 归地 现在虽然有 土葬 有花葬 等等 但是都是归尘土 这个是肉体 真的是 我们的生命 比空气还要轻 微不足道 但是重要是 神 看我们为大 将我们放在心上 所以 约伯记里面说 神 看我们为大 把我们放在心上 在第八章里面 有特别强调 我们人 虽然这么脆弱 但是神 重视我们的生命 所以祂 道成肉身 来到世上 为我们舍命 成全救恩 让我们信靠祂 能够得永生 所以看回来第三章 第三章十一节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 神造万物各样 其实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 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蹭透 神的作为 我们不能蹭透 但是祂把永生 放在我们心里 我们常常在讲 人生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 人从哪里来 第二个 你将来要往哪里去 第三 人活在世上 有什么目的 人从哪里来 我们刚刚有讲 我们都是人 生命就是神所示的 我们有身肉身的父母 你要孝敬祂 这是你当尽的本分 但是我们有灵魂的父 你要敬畏祂 这也是我们人的本分 人从哪里来 你要知道 那人将来要往哪里去 所以祂把永生 放在我们心里 所以我们 生计死归 这是庄子所讲的 我们应该要了解 那你活在这个世上 你应该有什么目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在世上 应该要尽人的本分 我们最后看传道书十二章 十二章十三节 这一切事都已经听见 总义就是敬畏神 谨守祂的诫命 这是人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 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善恶 神都必审问 所以不是死了就算 死后还有审判 因此我们将来有 得救永生的应许 也有将来地义的行划 所以我们人活在世上 要谨守神的道理 因此我们人活在世上 我们的生命都非常的重要 有一次 在一个美术馆里面 有一幅非常漂亮的图画 这一幅图画有美丽 有这个很美的天空 也有这个很漂亮的海洋 也有金银色的沙滩 所以它有天空 有海洋 有沙滩 那这个图画里面的沙滩上面 有一排人的脚印 那这一排脚印 从大大的脚印 然后一直慢慢缩小 到这个海滩的尾端 也是在海的这个静边 在那个天空的底下 那这个图画被放在美术馆 那边展览 但是当我们低下头看 这图画的标题 它的标题是人 只有一个字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图画有美丽的天空 有白云 也有非常美的海洋 也有沙滩 也有脚印 由大到小 从前端到末端 但是看不到一个人 但是它的标题是人 我们都是人 你可以好好去思想 生命是什么 所以愿我们能够寻求神 找到生命的答案 也找到人生的方向 愿主耶稣看顾我们 我们来唱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